当我们这个人 你想要有动力的时候 你就必须有清楚的目标 如果我们没有目标 我们无法产生动力 没有动力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就在那里像死水 我们就在那边摆烂 有目标的人生 才会产生动力 才会带出突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目标是什么 让圣灵带领你吧 至少有一个目标 是所有基督徒要去回应的 就是完成直到地级的福音伟业 那这跟我们的处境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 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目标 当我们遇见疫情的时候 现在你留在家里面 你就开始摆烂 是不是 开始 这边躺那边躺 这边滚那边翻 如果你生命中有目标 我要为着地级来预备 我要为着接下来的一个 解禁之后的预备 你在家里面 你就不会失去动力 你就会开始预备自己 在家里面 你要开始跟圣灵说 圣灵要带领我 让我重新有动力 你